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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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是忘記關火 冰箱有鮭魚 還有剩下的薑紅飯 拿出冰箱的冷藏鮭魚 內要來醃製照燒的蒜風鮭魚 首先先加鹽巴 均勻的抓煙 加入一匙的醬油 一小匙的味醂還有米酒 以及西班牙的紅椒粉以及蒜片 給他均勻的massage一下 讓他入味 現在這邊有切碎的洋蔥 紅椒碎 蒜頭辣椒 虹喜菇 還有花椰菜 這是等一下要搭配的蔬菜 將花椰菜撒上鹽胡椒 義式香料以及一匙的橄欖油 與鮭魚烤上180-200度 烘烤個15分鐘 取出之後用叉子壓成鮭魚碎 要記得去骨等會要備用喔 接下來來製作 照燒鮭魚薑黃蒜炒飯 首先先偏向我們的蒜頭 洋蔥 辣椒 炒到這邊邊邊有一點香色 加入彩椒碎以及紅水菇 炒至金黃上色 加入薑黃飯 還有剛剛準備好的照燒鮭魚碎 最後加一大把綠蔥 鹽胡椒 別忘了幾項檸檬汁增添清香 美味享用 這道料理是我臨時想出來的 鮭魚呢我先用照燒的風味先去烤過 然後因為家裡有剩下的薑黃飯 那一開始我是用蒜頭辣椒蔥去爆香 嗯 嗯 這個薑黃飯我是用隔夜飯 所以它有相當的粒粒分明 所以它有相當的粒粒分明 感謝自我的管道 曾經我是害怕孤單的人 害怕不被認同無法融入群體 但是當我開始接觸運動 我能充分感覺到大腦與身體的連結 從不被使用的肌群被喚醒了 在每一下的鍛鍊中 彷彿不斷的跟自己對話 我還可以 我能做到 或者動作歪掉了 也提醒自己 沒關係 下一次我能修正的更好 我不再那麼害怕一個人了 因為從自我身上 我就能感受到身體的能量來源 即使無法融入他人也沒有關係 你的成就感應該從自己身上探尋 關掉外界雜音 將這個專注力放在自己身上 在自我的小世界中 我也能持續突破 你要戰勝的 從來都只有你自己 想要吃美食或為了舒緩心情而吃美食 是人之常情 食物能撫慰人心 然而失衡者總是在過度節制 和放縱中來回 能夠意識到自己為何而吃 選擇吃什麼 選擇吃什麼 該吃多少 能幫助我們養成自我察覺 以做出經過考量後的明智選擇 食物能撫餅 餅乾 這煎餅怎麼說很厲害 如果你決定讓自己吃的時候 你能充分享受 允許自己被撫慰 被滿足 也能在飽的時候就收口 而不會因為罪惡感或譴責的聲音 破壞當下的經驗 今天妹要來教大家製作木瓜豆乳奇牙籽碗 首先先加木瓜的果肉 無糖豆漿以及奇牙籽 加上一些冰塊和杏仁 加入果汁雞 把材料倒入一個碗中 撒上喜歡的Tuppings Granola或者是椰子片 堅果燕麥 完成 木瓜豆乳奇牙籽碗 木瓜豆乳奇牙籽碗 以木瓜豆乳為Base 然後我用的豆乳是馬可先生的豆乳 它的蛋白質算是比例還滿高的 加上一些喬拉的燕麥片 然後還有自己喜歡的Tuppings 很清爽 可以看到奇牙籽的顆粒 那奇牙籽呢 它是對於排便 就促進腸胃乳動非常好 加了一點蜂蜜 更好吃 好吃 早晨的空閒時間來醃製 待會中午要吃的雞胸肉 加入鹽巴 義式香料 以及紅椒粉 兩面均勻地按摩一下 加一匙牛奶 有軟嫩肉質的效果 最後我還加入了自己喜歡的蒜粉 那在花椰菜上面呢 我加了蒜片 咖哩粉 鹽以及橄欖油 和雞胸肉 一起進入烤箱 煮一個完美的半熟蛋 在碗中加上家裡的炒米粉 以及烤花椰菜和雞胸肉 完成今天的午餐 下面是家裡的炒米粉 然後這個是剛剛烤好的雞胸肉 還有半熟的太陽蛋 跟蒜烤的咖哩花椰 在許多人眼中可能會覺得炒米粉不是一個很健康的選擇 然而當你開始標籤食物 也同時壓抑了很多時候 你想吃某些食物的心情 與食物形成健康的關係 不代表要把某些食物從生活中去除 與其強迫自己要吃得完全clean 不如很有信心且自在地享受一小份喜歡的食物 培養你的內在美食家 在旁邊放入筍子 今天的晚餐和朋友來到南京復興旁站的日式食堂連潤主打的是南洋風的湯咖哩 它搭配的是五湖米飯或者玉子燒是我最喜歡的 它的炸雞咖哩很好吃 正念飲食的理念背後所代表著你會按照自己的身體需求以及喜愛做選擇 並辨別所謂的生理飢餓以及情緒飢餓的區別所在 找尋內在美食家並找到一個生活的平衡點 這不是出自於放縱 反之這是出自於有意識的自我節制、自我照顧還有生活的樂趣來源 而不是因為恐懼和焦慮 我現在呢剛洗完澡然後我很認真的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媽剛回來 我要不要吃這顆她剛說很好吃 她從台中帶回來的飯糰 我一直跟我媽說我刷了牙所以我不想吃東西 但是因為這個飯糰一直擺在桌上 然後我又覺得飯糰明天吃就不好吃了 所以即使現在晚上11點 我還是決定要來吃她 玩玩 超賣魚 它蠻特別的因為它很賣魚 然後加生堅果粒 蠻多層次的口感 而且它的飯不是普通的白飯 它就有進入調味的飯 結果我還是吃了這個飯糰 對啊今天吃起來好吃啊 對許多人而言 可能在深夜11點的時候吃下一整顆大飯糰 代表自己爆掉了 因此又開啟了譴責 失衡的負面回圈 但是你真的爆了嗎 如果是經過深思熟慮後 做出的選擇不也是滿足當下身體所需嗎 所謂的正軌是你自己定義出來的 它並非無法掌控 你不用刻意消除 但可以留意這些想法 並做出無所自責 往下一個明天繼續前進 保持正念與和平的決定 去年十四百塊 你只要把餅乾淨 可樂的餅乾淨 好 我看到妳也想要加了 我看到你會把餅乾淨 今天是在用餅乾淨 在櫻市場上 所以在餅乾淨 也是渚乾淨 因為廚房菜 就不要以冷卸做餅乾淨 在餅乾淨 所以是在餅乾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這個好喝 Doritos 我包蒜辣口 真的有一種蒜香 沒有到很辣 但味道很香濃 我來不想吃 我來不想吃 這個好喝 一個不想吃 那你怎麼吃 我來不想吃 那我去吃 我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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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加一匙油偏向姜片 接著加入洋蔥絲以及蔥段 拌炒至上色 接著倒入洗凈的雞腿塊 用中國炒香可以加一點米酒拌炒 接著加一大碗的水 讓它稍微的燉煮 加入絲瓜 以及金針菇還有木耳 加入枸杞 最後我加的是豬肉麵的麵線 最後淋一匙黑麻油 加一點鹽胡椒調味 還有一把蔥花 媽啊來吃喔 看人家味道不 今天的皮蛋豆腐都有一個不同的風味 這年練習協助我們自我察覺 讓我們放下暴力的自我批判 並從自我批判轉變成察覺和自我接納 吃起來很暖 允許自己為了被撫慰或得到享受而進食 將與食物失衡的關係 轉換成平衡關係 嗯 肉還不錯吃 在智慧的引導下 尋找愉悅同時 其實是更考量到自身有多想要某些食物 是否符合自己的健康需求 你完全可以決定吃或不吃 要吃多少 吃哪些食物 而且你決定讓自己吃的時候 你會充分享受 從食物中獲得愉悅感是自然且正常的 失控的尋求和經驗這個愉悅感才會形成問題 不行 你剛剛那麼壞 謝謝你的觀看 那最後呢也是一樣有一些話想要和大家分享 那這是在我健身多年第一次接觸到 有關於正念飲食的concept 其實讓我覺得又驚又喜 因為這好像從健身歷程來的一些領悟 跟我在這個身心平和Mayfit Vlog 想要傳遞的理念其實是不謀而合的 特別在某一個段落中 書中講到一味的限制飲食 還有坊間大多的節制性的簡中飲食 讓我們失去與身體足夠的連結 原因是講求節制的飲食計畫 並沒有考量到我們身體到底需要多少食物 才會感覺到飽足還有滿足的情緒 久而久之會讓我們和這些身體 明明那麼重要的內在訊息去產生切割 那我之前分享過這個故事很多次 就是在我漸漸出席的時候 我也像大部分的女生一樣用極端的方式 瘦到45公斤 那當時我是為了外在的價值觀而瘦身 所以我完全忽略身體所需要的營養 還有我自己的心情 所以即便我受到夢想的數字 我每天的情緒是非常的陰不樂 而且我內心是匱乏覺得非常的沮喪 所以我才開始檢討 到底所謂完美體態的定義為何 我們一味的追求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又犧牲掉健康 甚至失去了我們的身心平衡 那即便達到了外界覺得很棒的體態 那又有什麼樣子的意義呢 那當然這一路的摸索過程中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在前幾支的Vlog 有跟大家分享過 去年我有一段時間 為了拍攝流量比較高的爆吃影片 然後我又要維持體態 所以讓我又整個陷入刻意大事 然後還有激戀減脂的負面輪迴 那這張照片也是在我快速瘦身時期所拍下的 可能外界看來會覺得 Wow 這真的是一個dream body 但是你知道嗎 當下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我身體是非常的不舒服 我覺得頭腦非常的暈眩 感覺下一刻我就要馬上昏倒的一個狀態 所以外界的分數可能是99分 但是我的mental state 我給自己只有達到50分 完全沒有一種self love的感覺 就是因為自己一路跌跌動動的過程 還有經歷了很多struggle 讓我意識到說 體態跟健康是完全不能被綁在一起的 甚至很多時候我們會為了去追求那個瞬間 還有那個所謂完美的標準 反而讓自己變得不健康不快樂了 從這些struggle的經驗中呢 我個人意識到我們要追求的 並非單一的知識標準 而是根據自己的身體的經驗去摸索出什麼是適合我自己的 還有在理想體態跟現實生活中 我們如何去達成一個平衡 假設自己用了極端的方式 真的達成了瘦身的目標 卻反而損害了自己的身心靈 那到底贏的又是誰呢 所以啊 當很多人會以體重機上的數字來衡量自己的成功與否 還有自己的價值觀 我認為你的價值遠遠超過於體重機上的數字 還有體態之外 更多的我想要鼓勵你們去回歸到自己日常的選擇上 然後專注在怎麼透過正念的練習去做出越來越多的日常抉擇 是接近自己的本心 還有在自己舒適且自在的狀況下 你感覺你的身心都是富足且健康的 那我覺得體態的話 即便我們達不到100分 但是如果我們達成的是80分的體態 但是卻是90分的身心靈 那不是一個對自己來說才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吧 比起在最早的時候我是45公斤的很纖細的體態 我現在體重大概是54公斤 等於是加了將近9公斤 那當然可能這9公斤也有蠻多是肌肉量的存在 所以我看起來的body shape還是lean的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可能看到的除了是體重機上面的數字的上升 我覺得我反而透過每一天的日常練習 還有跟我自己不斷的對話過程中 我覺得我反而獲得了對於生活的掌控權 所以有時候體重上升並不是一件令人很懼怕的事情 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回歸到你自己的生命的經驗 還有你怎麼從這個struggle中去茁壯成長摸索出你喜歡的生活的狀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喜歡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